因为风云榜年度盛典 最佳全能艺人奖的是哪位呢 请看大屏幕 坐拥独一无二的国台 相有风靡亚洲的魅力 他成就超级偶像的头衔 盛名之下 他脚踏实地 稳扎稳打 应是歌多奇开花 包兰Zero的制作 以歌手身份领跑C-POP 真正男子汉 我们的法则 展现年轻一代的真实 率真 勇敢 铁道飞虎 游戏规则 用演技和实力 在大荧幕书写个性 他的每一步 都以经验之事 成为热议的焦点 聪明 但绝不适步 简单又纯真努力 他及万千仇害 在繁华星途上 享有无限未来 第十七届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 年度最佳全能艺人 黄紫涛 恭喜 恭喜黄紫涛 恭喜获得我们的年度全能艺人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 看到黄紫涛在各个领域上面 释放他的魅力 首先非常感谢音乐风云榜五年之后 能够给我这样一个奖项 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其实看到张庆哲老师 然后上轮街老师 还有魏晨大哥 他们这么多年还能一直做着 他们喜欢的音乐在华语乐坛一直做人音乐 其实我感触特别的大 因为这给了我更多的自信 我觉得华语乐坛有一天一定会起来 虽然现在音乐很不景气 这是实话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爱音乐的人 用他自己的心创造出每一个作品 站在每一个舞台上 发挥出最好自己的时候 我相信华语乐坛一定会起来 C-pop 谢谢 谢谢 再次恭喜涛涛 马上涛涛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艺